馬雲 在2018年杭州確定拿到亞運的時候 馬雲是有當主人歡迎大家來杭州的 這次真的在杭州登場 馬雲怎麼沒有角色 對 我們一直在講說 我們中華建俄在這個亞運裡面 拿了多少多少牌對不對 可是有一個人超級失落叫做馬雲 馬雲那時候在五年前的 亞加達亞運地幕式上的時候 邀請說 哇 下一次就是杭州啦 我以杭州子弟身份就這個 邀邀約大家相見杭州 馬雲對杭州是真的有感情 馬雲不只是杭州人 馬雲在杭州示範念英文系的時候 不是每天去找老外嗎 說我想學英文 我教你中文 我免費帶你導覽 然後就帶他看西湖 馬雲對杭州是投出非常非常多感情的 後來發大財做阿里巴巴的時候 他總部也一直設在杭州對不對 他不是只有賺錢而已 你仔細去看 全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就在杭州 杭州是中國第一個智慧型交通城市 他的那個所有交通我坦白講 內湖應該可以去取經一下 哪裡應該放多少秒 都有AI在後面幫他算 所以馬雲是真的很希望說 這一次可以 以主人 不要講主人嘛 主人之一 然後拿個聖火啊什麼的 可是這次馬雲持續被封殺 沒有 沒有看到他啦 他都離開香根溫泉回來唐中了 對 他被拍到回來喔 他想說多少應該會有些畫面嘛 結果沒有 所以你看到馬雲在中國狀況 還是非常非常的緊張 那馬雲呢 對杭州多有感情呢 杭州有一個詩叫做永福寺 這永福寺號稱全中國最美麗的寺廟 我有看過他多少年 1700多年 從這個魏晉淡北朝時候就有 然後呢 他是有一點點日式的味道 為什麼 因為到後來有重建過 那個時候的大和尚常去日本 去東渡 所以你看非常漂亮 而且在永福寺上面可以一眼望進整個西湖 可是在西湖上面是看不到永福寺的 那馬雲的狀況是這樣 他只要遇到很困難的抉擇的時候 生意上重大的梭花手 他一定把所有的那個高桿 高桿 帶來永福寺 先操佛經三天 懲罰 冷靜下來 冷靜下來 然後大家在菩提樹下 看能不能霧點到 所以馬雲非常喜歡永福寺的 然後呢馬雲呢在創業的初期呢 也有去一些寺廟中捐一些響火錢 傳說啦 在某一個泥菇指引下 弄一個籤 後來創業順利 所以你可以看到馬雲 點點滴滴都在杭州 學習的時候 長大的時候在杭州 學習的時候在杭州 創業的時候在杭州 遇到商業困難的時候 在杭州 結果呢 杭州要開花 結果說馬雲缺席 哇這真是局一把淚 連網友都說不公平啊 對對對 可是問題是這沒有關係 馬雲畢竟火下來了 我去 昨天說嘛 受死的駱駝也比樓蟻大 剛剛講嘛 許家印隨便還有兩三千億嘛 對不對 可是有人要倒大門 李強啊 哇 出事了齁 中國最近刮骨療傷無上限 李強是像現在國務院總理嘛 對不對 對 中國第二號人物對不對 你以為查到正不及了不起嗎 拍謝 現在連李強可能要出事 因為最近網路上出現了一個 李強的爆料性 其實說的有道理 李強其實跟習近平之所以好是枝江新軍 他在浙江長大 浙江杭州一起的啦 蘇航的 李強後來去上海去當這個所謂市委書記 上海到蘇州到杭州開兩三個小時車程 他們其實是共同經濟圈 那時候就知道李強騎跟馬雲非常非常好 可是這個爆料性裡面有好幾個重點 第一個李強住豪宅 千萬豪宅 第二個螞蟻金服那時候在上市 他說李強只好投了一百億 一百億 一百億進去 那不是賺翻了嗎 賺爆 可是後來螞蟻金服被卡掉了 所以這一百億打 沒了 然後關鍵中的關鍵 最不及欺額 連李強女兒名字叫李影都被捅出來了 說他跟馬雲聯合賺了非常多大型建設 所以這個東西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現在政體在內鬥 也有可能是馬雲派或是反習派被鬥到受不了 我就把你習近平的人揪出來 看你要不要連你的左右手一起砍 把事情搞 把水搞混了 大家就都沒事 所以馬雲當然有沒有可能是因為這個案子 所以在這邊就要盡可能的低調 不然其實馬雲其實在去年已經有鳳凰潮的感覺 因為中國有點希望透過領域馬雲 讓外資知道中國是個開放的機商環境 好這先不談 可是重點來了 杭州這次搞亞運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你看 他的這個公車是可以APP叫車 那APP叫什麼叫這皮椅 阿肯塔羅 APP叫公車 APP叫公車 然後他們公車椅子是皮椅 然後人造皮 然後你看他在充電 你看公園裡面 所以這一次其實坦白講 我認為螞蟻金服阿里巴巴在後面做非常大的push 可是沒有螞蟻都無所謂 可是更有趣的事情是 老共真的算是一個好大哥 要照顧自己的這個小老弟 所以北韓 北韓呢 因為這個有很多選手來參加 我有看到北韓去摔角那場 其實蠻不錯的 可是重點是 啦啦隊阿 你要有議員團阿 結果呢 中國這樣叫這個女學生 假裝成北韓人幫忙 阿你怎麼知道這不是北韓人呢 因為他戴Apple Watch 北韓沒有Apple Watch 北韓沒有Apple Watch 賣了賣了 後來被踢爆 他好像是吉林省那邊 也算是有互動啦 所以現在整個中國當然都在那種亞運風當中 可是看到這個亞運風背後 有李強的政治風暴 還有馬雲的莫名其妙的身影 可能一個風暴又要產生 好 對於習近平來說 如果連他拉拔大的李強也要砍下來 那真是情何以堪 中國現在的政壇其實正在心風邪雨之中 再來看 一開始習近平在廣大中國人民面前 樹立一個好的形象是什麼 就是我敢打貪官 今天貪官系列就是靠乾爹系列 有男的也有女的 我們現在講的這個叫雷文龍 這個雷文龍36歲 就當上我查了一下赤水市的市長 你說他有沒有靠山 有啊他的幾個比較知名的靠山 一個是貴州省的常委 一個是貴州六盤水市的市委書記 當然很多人說奇怪 他到底他怎麼有辦法 你不要看第一個才貌雙全 第二個才幹過人 代表就是說他在 你看他長頭髮的時候溫柔賢淑 但是這個在執行官務的時候 哇雷厲風行 但是很奇怪 就是最近他前一段時間跑去投案 很多人說怎麼突然投案 第一個這過程當中 實際上很多人舉報他貪污都抓不到他 因為我剛剛已經講了 他這個後面有很好的靠山 那為什麼抓不到他 有靠山怎麼抓到他 那為什麼你說他貪污 赤水市其實上 你說雖然是一個市長當然也很厲害了 可是實際上他並不是我們講一級的這個市啊 他其實是貴州尊義市底下的赤水市啊 可是他當個市場他可以20套房產啊 可是就抓不到他 可是這一次他自然自己去投案 他說那就查嘛 查的結果你知道嗎 只有兩個小罪行 一個是說你宴請就請吃飯 影響到公正的判決 還有一些酒水 這個聽起來很輕對不對 重輕發落 因為有回憶 他主動投案 主動投案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 我剛才在講貪腐這種東西 你說大官大貪嘛 小官小貪 在中國是這樣 可是最讓大家覺得最訝異的是什麼 小官巨富 富有的富子 小官巨富 就他為什麼那麼有錢 因為他貪腐 小官巨富 這個這個是秦皇島 就是他不過就是秦皇島一個 我們講這個叫做 這個城頭館的一個水務的一個小官 秦皇島是有錢的地方 還有港口 然後呢 屬於富促級的一個小官 我們叫九品芝麻官 按照以前這樣 當然秦皇島北戴河 氣候非常好 夏天24.5度 非常適合很多的大官圈那邊怒價 是不是因為這樣 這一位叫馬超群 就我想就一個九品芝麻官 你知道他多有錢 抓到的時候 現金我看了一下很誇張 1.2億 1.2億 黃金有37公斤 哇 那房產有68處 當然他自己的狡辯是說什麼 他爸爸做一些投資 當醫生嘛 很有錢 可是他爸爸醫生的診所也沒開沒幾年啊 那你說你拿來的錢 再去做房地產或是什麼礦產的投資喔 而且這當中喔 據說 當時去抄他的時候 200人喔 包含了警察 他武警 還有包括檢察官啊 你知道他現場直接把這個拘捕令直接撕掉 哇 你知道他這個態度是強悍啊 甚至曾經跟人家吃飯的時候吵架 你信不信我明天就讓你沒工作被拔關 很多人認為他背後的乾爹的勢力非常的強悍 勢力是誰 據說應該就是曾慶紅 從蛛絲馬跡啊拍照 所以基本上還是要有靠山喔 但是 基本上靠山三島啦 我剛才講到的這個雷文龍為什麼投 他自己的靠山都被抓了